那第一個 昨天最早出來的那個影片 事實上說我在三級警戒時候唱歌喝酒 那這個與事實不符 那個聚會的 時間是去年的6月15號 是那時候 我們剛剛在開始6月7號以後 我們就因為 有滿56天的零確診 所以就等於是在開始解封的時候 那事實上大家也知道 那這樣的一個日期 的措置 我希望不要再發生了 那當然在這裡面 大家也都瞭解 事實上 我都會參加很多的 不管是 這種私人的行程也好 或是公開的團體的 行程也好 那幾乎大概到現在 幾乎這個 到場的時候 那主持人的介紹 然後要求我要致辭 然後接下來就說要唱歌 我大概都沒有拒絕 一方面 當然是這個整體的氣氛的關係 那一方面也治癒於人 那我們都遵守防疫的相關的一個規定 所以這裡面我特別跟他報告 就是說有關於傳播的這些的一些 相關的這些訊息 尤其是把日期措置 那這已經是假新聞了 那 那我要提醒在傳等人要特別的注意 第一個 那個場合 事實上去的時候 除了這邀約我的朋友之外 我其他人事實上都是第一次見面 那也是在禮貌上跟大家也講個話 因為那個時候是防疫 剛剛 就是說滿了56天的一個零確診 那所以大家也都想要跟我加油打氣 也不免是這樣子 所以氣氛就比較高一點 但是至於其他的人 我都不認識了 其他人 我也不方便去干涉說 他們的客人是誰 那 萬華 沒有 不是在萬華 那至於安全距離 我認為是有了 在那個時候 大家也可以看 但有人會經過 或從後面經過 那當然可能就沒有 但是那等於是一個 很短暫的一個接觸 那基本上周遭的人還是得有保持一個 安全的距離在 當然這整體來講 對不對 我昨天有人問 我說 其實看起來是滿詭異的 整個時間續進來說 發生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沒有證據 能夠指控 說是任何人做的 我相信也是 可能是現場的人就拍了影片 然後就傳 那有的人就留下來了 那這時候我把它播出來 那錯誤的是那個標題 錯誤不在那個影片 而在那個標題 那至於裡面的人 我確實是都第一次見面 然後第二個說 到底有沒有 存在 大家也知道我有抽菸 我在那天沒有抽菸 我實在是記不起來了 因為那時間都費 因為那天就是 我在旁邊另外一間有一個團體的聚會 那本來那個作動的主人 反正要邀我去演講 那時間也稍微比較忙 所以就沒有答應要演講 不過也就去參加了 那這樣就要出來是 硬被半路攔截下來 他們說有人在過生日 就要我跟他講一句一兩句祝福的話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形